郑秀文身价故意却嫌老人住房太大,把八十惠父母赶去住小屋,如今46岁近况曝光成这样,最美笑女啊! 46岁的郑秀文最近真的是让网友不感人了,不但相貌大变,而且还比以前漂亮了许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多了一些女人的魅力,郑秀文能有这样的年轻态,是因为多年来自律的结果,12年来她每天坚持跑步八公里,才能如此迷人。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郑秀文的衣品和化妆风格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出生于1972年的郑秀文,和歌手孙岳不但长相相似,而且在台风方面也是非常雷同,两人都是单眼皮,小眼睛,而且还都喜欢画把眉毛弄成不同的颜色,这种超前的审美观意识还真让普通观众无法接受。 郑秀文出道的时候才刚刚16岁,首次踏入歌坛就取得了新秀歌唱大赛的季军,相比她高抗动人的嗓音,她在舞台上的活力更是感染了许多人,她的造型多变更是让她得到了百变天后的美誉。 郑秀文是香港娱乐圈出名的孝着女儿,为让父母老游所居,早在1999年,她就以2280万买入大宝格豪宅,送给父母安度晚年。 但最近,她却把老人赶出呆了十多年的寓所,执意让父母搬进小屋居住。 一直以来,郑秀文对家人照顾十分周到,弟弟和父母居住的房子都是她的物业。 那这次为什么非要老妇搬家不可呢? 郑爸爸如今已经八十了,早在零妖言的时候,就曾经中风晕倒过,后经积极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至今,走路仍不稳当,要用拐杖。 一方面,极有孝心的郑秀文一直希望和父母住得近些,能够常常见面,也方便照顾。 另一方面,想到父亲身体越来越不济,而父母居住的大宝格房子太大,从卧室到骑手间路程漫长,不太方便。 因此,和父母一商量,决定搬家。 老婆笑着,老公许志安也不甘落后。 听到岳父母要搬家,他马上提议,把自己在潜水湾观园,价值五千万的房子,送给老人住。 重点来了,这所房子和郑秀文,许志安的爱潮离得很近,只隔一栋楼。 担心父亲走路不便,新屋装修郑秀文都是亲自设计,参考医生的意见,屋里通道全部家装俯设,卧室床铺也是特别设计,就连卫生间地板,都是老人专用,防滑的。 平常,郑秀文经常到父母家探望,也接父母到家,吃饭,煎聊,更不使陪老妇散步,或是牵住父亲的手游览沙滩散心。 如此贴心,难怪他被尊为娱乐圈最孝顺女儿,有女如此,郑爸爸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参考来源 参考来源